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近日,2024年央视春晚名单正式曝光 引发了广大观众和网友的热议 这次春晚的歌手阵容堪称豪华 不仅有内地的一线歌手 还有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实力派艺人 可谓是一个连环晚会应是要开成歌唱比赛 首先,神兽广场舞群体喜爱 甚至老少妓爱的凤凰传奇将再次登上春晚舞台 这无疑是24年央视春晚的最大看点之一 同样,作为央妈宠儿的周深再次加盟龙年春晚舞台 历年的每一首歌 周深都将国台名言的感觉展现在春晚舞台上 这次他再次加盟春晚 无疑是实至名归 另外,0713时立场将担当陈楚生 在16年后终于完成了登上春晚的愿望 他的嗓音深情且独特 相信会触动无数人的心弦 善依纯作为新近实力派歌手 超高的人气和独特的音乐风格 让他成为了春晚舞台上的焦点 TF Bass也将在龙年春晚再次合体 他们的青春活力和歌舞魅力 一直是年轻观众的最爱 隐退多年付出的刀狼也将亮相春晚舞台 他的经典歌曲将再次回响在千家万户 而汪苏龙的空降也让人们对春晚的期待直飙升 他的音乐才华和现场表现力都是无与伦比的 除此之外 OST天后张碧晨会带着什么样的惊喜 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呢 长沙小骄傲张艺兴 今年巡演杀疯了的张杰 他们会不会把春晚变成自己的演唱会 还有国家队选手李玉刚 各大音宗征相邀请的香波波欲可为 如今乐坛顶流炸子机宋亚轩 毛不易的入围也是众多歌迷心之所向 肯定少不了黄启山 在这样强大的阵容下 春晚无疑将成为一场音乐的盛宴 这些歌手们不仅在音乐界有助卓越的表现 更是在年轻一代中拥有广泛的人气和影响力 他们的加入不仅为春晚注入了新的活力 更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期待和惊喜 与以往相比 今年的春晚更加注重音乐的呈现和表演的品质 从名单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内地还是港澳台地区的歌手 都有助扎实的音乐功底和出色的表演能力 这样的阵容安排无疑将为观众带来一场高水平的视听盛宴 当然除了歌手阵容之外 春晚还有许多其他的看点 比如创意节目的设置 舞台设计的独特之处 主持人的表现等等 但无论怎样 相信这次春晚的舞台一定会因为这些实力派歌手的加入而更加精彩分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